第七十六屆世界衛生大會 WHA即將在瑞士日內瓦召開 不過臺灣到現在 還是沒有收到邀請函 臺灣聯合國協進會WHO宣達團 今天是召開記者會 重申世衛組織 應該要邀請臺灣加入WHA 臺灣不該是那片被遺落的拼圖 因此將會組團前往日內瓦 舉辦各項的宣傳活動 讓世界看見臺灣 民間團體高喊口號 呼籲世界衛生組織 WHO迎邀請臺灣參與本月下旬 在瑞士日內瓦舉辦的第七十六屆 世界衛生大會WHA 因為新冠疫情三年來 臺灣防疫成績亮眼 除了發展自身醫療 還捐贈一千萬片口罩 給全球疫情嚴重國家的醫護人員 臺灣不該是那片被遺落的拼圖 在各國需要用這個兵庫去裝屍體的時候 那時候臺灣還沒有任何的疫情 我們還可以輸出我們的口罩 我們還可以輸出我們的醫療物資 雖然我國已經連續六年 沒有受邀參加WHA 但是WHO宣達團表示 仍會組隊前往日內瓦 並在當地舉辦各項宣傳活動 還會播放三場和平歸來紀錄片 讓全世界看見臺灣在兩千零三年 SARS疫情期間帶來的傷痛 可是他們不理解臺灣在這二十年 沒有加入WHO的這二十年中 在早在二十年前 我們就已經做了一次很慘痛的教訓 宣達團指出 今年會邀請國際知名網紅幫臺灣發聲 希望透過官方與民間團體共同合作 讓更多人看見臺灣 而衛福部則強調 已經與美國敲定優先進行雙邊會談 針對醫衛合作備忘錄討論細項 例如數位健康等議題 記者那數位陳昌偉特報道